你 太巧了 怎么又是你啊 我老远看着就像你 咱俩太有缘分了 怎么样 还没找到工作吧 你就看看我们公司的宣传吧 你们公司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一年一百万 这种好事我真的不敢想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你别忽悠我了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呢 我觉得出去忽悠一下那些 刚毕业的大学生还行 你不要总拿怀疑的眼光看世界 哪儿来那么多骗子呀是不是 如果我这回这个是真的呢 你将错失一个什么样的好机会 天上掉鲜饼的事我真的不信 我实话跟你说 我们也不是什么人都招的 我们得通过严格的面试才行 我是看你条件真好 外加上咱们俩又这么有缘 我才跟你说这么多的 我看你真行 真的 我看你也行 不是 姑娘 你听我跟你说呀 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这可是一百万呀 你如果真的错失这个机会的话 真的很难再 别再跟着我了 你再看看啊 那你有什么办法证明 你这上面写的是真的 我 在哪儿面试 一海酒店 行 那我就相信你那么一次 但是我必须要求 在酒店大堂进行面试 而且马上 现在 现在啊 我不知道老板们现在有没有时间 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一下 您稍等啊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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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雅小姐 我是 你哪位 我是负责招聘的 请你站起来一下 你在哪儿啊 你不要管我在哪里 现在请按我说的话做 请你往大门口方向走 走大方一点 走得体一点 不用往两边看 你是看不见我的 我已经到门口了 可以了 然后呢 可以了 格雅小姐 现在返回你的座位 在座位上等我 我一会儿就过来 你已经被录用了 喂 你 你怎么才来啊 我在这儿坐了好久了 刚才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让我在这个大堂走了一大圈 就说我被录用了 实在不好意思 非常抱歉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板 克里斯 恭喜你格雅小姐 你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我们公司的面试 你别录用了 通过了 这个还没开始面试呢 我听说格雅小姐的戒备心很强 不太信任我们公司 我们刚才就进行了无接触者面试 格雅小姐很适合我们公司 所以 我们一致通过了对你的考核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签这份合同 不 现在就签吗 可我什么都没干 就走了两圈 就签合同 你们公司太奇葩了 怎么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有点措手不及了是吗 当然你可以先仔细地看一下合同 另外 为了表示我们公司的诚意 在你签了合同之后 我们先预付你一个月的工资 怎么了 不想要吗 姑娘 我们老板的眼光可是很高的 平时能通过面试的人很少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你可不能让他跑来啊 你是不是不缺钱啊你 不是我缺钱啊 但是我想把这份合约 带回家仔细看清楚以后再签 不不不 这可不行 我们公司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那就算了吧 请留步 要不这样吧 我打电话跟其他股东商量一下 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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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合同看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我就是担心 我会有那么好的运气 那也不一定啊 脾气太来 你有见过 在街上发薦传单招人的吗 见过呀 那你有见过没签合约 就先预付工资的吗 倒没见过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事特蹊跷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骗子 骗子应该是想尽办法从你这儿骗钱 怎么会给你钱呢 也是啊 会不会是欲擒故纵 先给你一根糖吃 然后 再给你下一套 你这么说室友俩不对劲 要不我看就别去了吧 反正我也托朋友给你找工作呢 这两天就有限 要不你再等等 那万一他们不是骗子呢 要不这样吧 明天你陪我去签合约 如果他们公司正规的话呢 我就跟他们签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反正你在门口啊 我也不怕 他们肯定不敢胡来的 我们要开会 你就请个假嘛 这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啊 哎 你就陪我去嘛 这地儿怎么看着有点不靠谱啊 哎 你记住啊 一会儿要是我在里面大喊的话 你就直接冲进去 有那么夸张啊 笑什么啊 当然了 哎 那个 那个 诗纪公关公司就这儿了 小心了啊 我在门口保护你 进来 快点 哎 你好 菲娅小姐 进来吧 来 请坐 好 怎么样 你猜啊 你猜啊 看你这表情 已经签了吧 对啊 合约签了 老板 人还不错 看他那个样子娘娘的 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吧 没准到运气来了 真的 挡也挡不住了 看你那嘚瑟样 哎 他们公司主要销售什么呢 销售 大到游艇 小到一星茶壶 什么利润高就卖什么 有那么靠谱吗 我怎么看不像啊 你奥特了啊 人家老板说了 他们这个公司呢 不是一家实体公司 所以跟实体公司的理念不一样 知道吗 行 行 你知道现在什么叫 现状相说吗 好 好 保护你的任务完成了 我先回公司了啊